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忠臣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五次谈舞 因为最近中国大陆很热闹 到处到网路上到处约架,到处开骂,互相骂 因为网路是无国界,互相开骂 但我在台湾只能看到油管,其他的我没看过 大陆抖音什么我都没上 因为一天只有24小时,所以我看都是知识性的东西 对那些开骂没兴趣,对没有内容的东西也没兴趣 那我突然想到一个,既然你们在网路上面 这些各门各派的人互相开骂,互相约架 都要找人家格斗什么的 我觉得这些要讲这些话的人 通通都应该了解一下整个格斗的历史是怎么样 动不动就是巴西柔术什么的 我听到都觉得说,你如果没有流过几缸子汗 你要谈武术的话,都是奢谈 都是奢谈,都是奢谈 这其实就像说,我们看世界杯足球比赛 我们在挺着大肚皮 然后在客厅里面吹着冷气 然后喝着冰啤酒 这种态度就是一种亵渎 我个人认为 武术不是这样 你是练家子 内行看门道 外行才看热闹 要看门道才有意义 否则那些人打得头破血流 甚至于晕厌,甚至于死亡 有什么价值? 没价值 就像两只斗狗 两只斗鸡 两只斗山羊等等 斗牛 就只是这样而已 他就是一种古代罗马经济场里面 那个格斗士的衍生 在笼子里面 实际上我已经讲过 那是蛮可悲的一件事情 但是既然有那么多人想约教 那因为什么? 因为青少年 十六七岁 十八岁的年龄的人 正在发育期的时候 他正在长肌肉 有的人有锻炼过之后 就强龄弱中暴寡 中暴寡是卑鄙行为 那就是帮派 你靠一大堆人打一个人 那这个就是无耻下流的行为 可是如果说你强凝弱 你一对一单挑 但因为你又高又大 你占了体型的优势 这也不公平 那真正要公平就是什么? 上雷台打 然后有真的裁判 那OK 就有问题来了 就比如说大陆那些什么 那些人的约价 是不同省份的人约 有的人就讲说你来嘛 你来嘛 那对方就讲说 我来了以后 刚好被你们闷起来打 坑布在打 这情形在台湾也发生过 台湾有一个什么空手道的 跟人家约架 结果让人家到他道馆里面来 一进门之后把门一关之后 连绞筋都砍断了 一大堆人上来打 后来那个人 那人判了不知道几年了 好像不知道是六七年吧 结果他偷渡到大陆去了 现在又被大陆逮到引渡回台湾了 他偷渡来偷渡去好几次了 表示台湾的海防本身 那个漏洞很大 那个叫什么脏的 忘了 那都不重要 那些东西 事实上那个都是没有必要的 互相的叫嚣 互相的谩骂 这种侮辱 这其实都严重的 违反了武德 现在当今之事没有武德可谈 尤其中国大陆 实践检验真理 什么叫实践 上台PK 那我就看到有一个 就是互相叫骂之后 那个人讲说 谁能保证我安全 所谓安全不是在舞台上 在雷台上的安全 而是说他到了那边去 会不会被你设局 然后找一堆黑帮人把你打一顿 那他的意思是这样 那既然已经在那边公开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中国大陆 他政府没有禁止 也无法禁止 因为他们在网路上面 互相约假单挑嘛 但是我是觉得这些人 好像都是力大无脑 私自发达 头脑简单自备 那为什么不想 想他能够 像雷雷就很聪明 反正人家找他约假 他说他只要看情形 可以的话 他就参战 参战的条件就是 你要付多少钱 同样的 那个什么武僧 伊隆也是 武僧现在少林寺 早就跟他讲 他不是少林寺的人 他他谈不上是武僧 伊隆现在就叫伊隆 不叫武僧了 那伊隆也从那个什么 什么格斗 好像办退休状态 人家找他挑战的时候 他用100万人民币 都是聪明的角色 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你的观众要看斗鸡 也要买门票 这道理很简单 那如果说你买不起门票 你现在那个频道 被人家避赛 或怎么样的话 那就不要看 就这么简单 刚好就是网络是免费的 免费你就点起来看看 如果有时间的话 点起来看看 如果没有时间 你就不用看 因为很多的商业行为是假的 而你们要打真的话 那是最好 那就可以看看真正的功夫 那我就听到这个 我就想说 中国大陆很多那些比赛节目 因为常常会有说 主办单位有内定人选 比如说你早就内定谁了 最后那些裁判都会判他 判他优胜或什么怎么样 或者是什么 那个什么经理师记录什么的 都会找一个什么 穿在公家制服的一个人 好像像什么城管办 那样子的制服 或税务单位的制服 那种人叫做公正人 公正人这个应该是有 有一个什么公正处公正所之类的 那个单位吧 反正是公家单位就对了 他们这个公正人的资格 也是要经过 经过国家的考试及格 所以到那时候 他会在那边当场宣布说 我是谁谁谁某某公正人 我先是这场比赛有我做公正 绝对公平怎么怎么样 公开公正等等 那个叫公正人 台湾也有 台湾的那个有律师资格的人 或者是法官退休的人都可以做什么 公正人 那是法律的公正人 跟他们那种比赛的公正人 其实是一回事 那同样的 为什么这种约架不能找公正人呢 就是说 你有一个 有一个公家 请一个公家单位的人 来这边做做证 你没有用黑道力量 没有用其他的恶势力 来压迫他 使得这个 这个比赛的结果 产生偏颇 还有一个裁判 谁能当裁判 大家可能都可能都不清楚说这个 这格斗是怎么样演变的 格斗的那个最早的发明人 是日本的K1 K1 K是格斗 就是格斗的日文 发音叫做K K是开头 所以叫K1 K1是K1的意思 为什么会 K1是谁发明的呢 是那个职业摔角选手 安东尼珠穆 他为什么会想到发明 发明这种叫做 异品种 异品种武术格斗比赛 是因为他以前 大概在30多年前吧 他那时候 那个时候 因为日本的职业摔角很有名 猪木马场 还有铁头金一 他们都是力道三的那一派的人 还有跟老外打 每个礼拜都有这种节目 其实是一种综艺节目了 但是因为观众喜欢看的热闹 不只流汗 让他们流血 所以 连猪木都在 都在那个场上被人家打的头部血流过 猪木很注重形象 那那个马场也有 那那个金一更是有 那其他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很多角色 那些角色都还穿到那个什么 像虎面具啊什么 其实事实上如果你练过摔的部分 不管柔道摔角 你都知道 职业摔角那些东西都是一种表演 那是一种表演 但他们是练过 没有错 那是一种表演 不是真正的 不是动真格的 动真格的话 那种比赛很快就 不是把人打死 打废了 打残了 就是很快就会结束 不会拖几小时 那是综艺节目 那结果后来 因为那个 有日本有那个 有有有 就是那个企划 企划公司 就约了当时 美国最厉害的就是 拳王穆罕默德阿里 拳王阿里 跟猪木两个人 打一场 一品种武术的格斗 那阿里戴了全套 那个猪木没有 结果大家很很期望 这个所有的广告 都卖光了 而且整个的那个票 全部卖光了 一想说 哎呀这个全世界的 那个两大 两大这个天王 两个人要PK 那那多精彩 结果没想到 这个 铃声一想 两个人要开始打 猪木马上躺在地下 在地下坐撞的 像螃蟹一样移动 那那个那个阿里根本 因为躺在地下的人 他怎么打 他不知道要怎么打 然后呢就 那个他接近他的时候 阿里就用脚去去去去去扫他 然后去躲 两个人在台上 简直就是就是 小孩子做游戏 在那边闹 闹家家 就这么一回事情 后来 广告全部都卖完了 结果大家观众就可以 嘘声丢 丢那个汽水罐什么 上台 因为觉得受骗了 然后那个节目 因为全国的人都在看 世界上可能都卖了版权了吧 结果觉得大家都觉得受骗了 后来那个公司 不得已 把这个节目 本来预计大概两个小时的吧 就是后来打赢了之后 还要访问什么的 统统剪断了 就中间就把它截断 不拨了 那算是一个 朱木跟那个阿里两个人的一个丑闻 可以这样讲 也是主办单位的一个丑闻 那事后人家就访问那个朱木 朱木就说这个 他的长相就在地板 也就是地面缠斗 而阿里根本不会摔啊 那如果说 朱木抓到阿里 把阿里 举起来来一个监车或者什么 来摔一下的话 那阿里就会摔残 摔死摔残 都有可能 他不会护身脑法嘛 他哪里懂得怎么保护这个 那同样的 如果朱木被阿里打了几拳的话 打到脑袋上的话 那可能朱木也当场就会昏死过去 道理是一样的 各有长相 但这种异品种的武术 是很难比赛的 那后来那件事情之后 朱木就退出了那个职业摔角 很长一段时间 就当议员去了 后来又回来 回国 现在朱木60多岁的人 将近70岁的人 现在又上了舞台了 我是觉得蛮可怜的 都到那么大年纪了 还要卖命演出 是因为他欠钱 还需要钱 他选什么议员什么的 花了很多钱 有很大的财务漏洞 所以他现在又上台了 当然他也有组织那个什么公司 他连他的徒弟的徒子徒孙都另外组了摔角公司 有很多的商业演出 其实这个东西都是从历道3开始的 历道3就是当年从那个相扑界被开除了之后 然后他跑到夏威夷 学了这个之后 他回来就要在日本带动 当然背后有黑道支持了 主要是黑道在主持这东西 一直都是这样 到现在日本的摔角还是这样 那美国的摔角也类似了 那个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 那不能不能做术的 后来朱姆就因为以前跟那个阿里的 那个不同武术 不同技集的那种背景的人 两个人很难打 你必须要把规则定出来 然后还有就是双方都要训练摔 比如说阿里他必须要去学习摔角那些护身倒法 那这个摔角选手要去学习 如何打如何踢 拳打脚踢这些东西 不能全靠摔 所以否则就没有可看性 这个用中国道的话叫没有可看性 因此他们就发明说 不同的武术的背景的人 比如说空手道的人要跟柔道的打 柔道的人根本不知道拳打脚踢 所以他只有上去报道人家 抓住人家才可以开始动作 那空手道的人如果被柔道的抓住 他可能也无法挣脱 他拳打脚踢都死不来的时候 他可能会被人家举起来 往地下灌死灌残了 都有可能 因此一品种的格斗 他就定出来一个K1 就是不同的武术 第一个叫K1 那因此有不同的武术 要交流的时候 他就要定不同的规则 所以有 以后要有K1 K2 K3 K4 K5 K6 K6 这样的下去 所以刚开始把这个命名叫K1 并不是它是No.1的意思 不是 是刚开始尝试性的K1 那时候也没有分量级 因为它是尝试性的 就是格斗嘛 格斗技1 那就是限制说某一种打法 比如说要带拳套 或带无录指套 手指录出来的 或者不带拳套 等等 然后要打哪些地方 哪些地方不能打 等等 就定规则 那因此就搞了一个K1 后来这个K1 跟那个美国那个WWF 就是那个美国职业摔脚 那又不一样 那个职业摔脚 刚刚已经讲是一种 一种 综艺节目 后来有K1之后 国外又想说 既然日本有K1 可以这样做 他们就研究出来一个叫做UFC UFC就是无限制格斗 无限制格斗 就是拳打脚踢摔 抱拿 都可以用 四个重要的这个方法 包括地面请记 拿很多是在地面的 请拿 那就搞了一个 这个所谓的无限制格斗 也就是UFC UFC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是没有量级的 没有量级的 什么重量的人都混在一起打 然后就开始就有那个 原来的UFC是在那个拳击台上面 实际上各位可以看到 只要有在拳击台上那种 有缆绳围起来一个四方格子里面 穿着柔道服在里面摔打这些东西 凡是这种的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杂菜面 柔道不能在那种场合比赛 抬肩道 空手道也都不能在那种 有那个栏杆的那种场地比赛 那是以前的拳击 西洋拳 Boxing 的用的 所以实际上 只要一看到那种场所 我都觉得这个商业的气味太重 完全不对 因为不同的武术的发展的起源都不一样 所以场地很重要 像如果说你要做个飞踢好了 你那种绳索的那种方块 你要飞踢都没办法飞踢 你跌两步就到头了 你怎么怎么跳 所以其实那个都是大问题 所以一看到那个就知道说 那个不适合 比如说泰拳 泰拳在古代的泰拳里面 没有用那个围起来 没有这回事情 那日本的相模是画一个圆圈 在图表里面比赛 柔道是没有栏杆的 虽然有范围但是没有栏杆 那诸如此类 他就每一种武术 他都有他的发展 空主道也没有栏杆的 那你现在都要跑到栏杆里面去摔去打 那实际上那都是什么 都是 你说是沿用拳击 我个人不认为这样 我认为是制定这个标准的人 都有问题 所以我很讨厌看那个东西 UFC UFC那时候还没有那个没有量级 后来慢慢才开始 绝对不公平 才开始设定量级 然后才 否则的话 你的那个体重差太多了 那个重量什么都不对 大七小啊什么 这个这种情绪就会常常会出现 那最后才出现了所谓的MMA 所谓的综合武术 这个比赛 MMA 混合的 MMA 就是 Martial Art 就是武术 简单讲就是综合武术 MMA 就是这样 然后才发明了那个八角龙子 然后在里面又叫什么巴西柔素 其实巴西柔素 一开始的时候 有葛雷柔素 葛雷他们那个家族的三兄弟 学了这个之后 他们移植到了在巴西 在巴西生根了 在巴西生根 所以叫那个叫巴西柔素 其实它就是大东柔柔素 源自日本 就这么简单 所以现在动不动就巴柔巴柔 好像不懂巴柔就觉得很丢脸似的 实际上它的圆形 你都可以从柔道里面 柔道只是把它的那个危险的部分剔除掉 它是从柔素演变过来 它把里面危险的东西 因为那危险的东西不能比赛 柔道比赛不会把人家打了头破血流 没有那个可能 但是呢 现在的柔道的发展 因为又综合了那个俄国的那个SIMBLE SIMBLE里面有很多动作都是 都是舍身技 都是将来会引发出 危险动作出现 以前很多柔道的动作 每年在修改它的那个规则 就是有选手使出了杀手锏 而那个杀手锏有危险 有极大的危险性 可能会自伤自残的可能 或者自死的可能 所以 因为有他可以在做动作的时候 让四角裁判跟现场裁判都看不见的 的状态之下 他在做了小动作 而对方就在那一瞬间 就可能肢体就被他扭断 甚至于粉碎性骨折都有可能 而所有的裁判都没看见他做了什么 只有当连当事人受伤的人 可能都没搞清楚 那就是所谓的杀手锏很糟 现在已经出现 如果是内行人你就看得懂 外行人你还搞不清楚 那个人怎么一下子就投降了 或者连投降都没投降就输了 因为他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了 有些伤害可能是终身残障 我可以这样讲 所以他又柔道的比在里面 出现的很糟 又回复到以前的柔术状态 这是一种演变 那这个部分我们不多讲 因为如果没有名人指点的话 或者你没有练过讲也没用 你练过之后有名人指点 你就会知道现在他怎么发展 后来有MMA 所以我常常看到有的人 口若悬河在讲这些事情 其实他都是有一个演变的进程 那今天主要是要讲什么东西 我说既然中国大陆那么多人跨省的约架 有的人约甘肃的跟上海的约架 坐飞机过去打这一场东西 那我是想说 那既然说公信力那么弱 不管是武林峰还是什么 什么峨眉绝吧 还是什么玩意儿 反正大陆很多这种商业炒作的那种团体 有的是河南的 有的是湖北的 有的是哪里 各地都喜欢搞这种东西 我觉得那很恶心 搞得不能不累的 那因为他的公信力很欠缺嘛 所以就会有十下约架 而且十下约架那些人 他不是职业选手 他业余的 那业余的话 你也要保护这些人 那些选手不会自死自残嘛 受点伤也就难免 但是不会自死自残 还有就是似可而止 不要把人家打得不能 不能无招架之力之后 还继续打打击这个 那就会造成致命的危险 凡此种种 我个人认为说 中国大陆那个什么公证人制度 为什么不能够拿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 不能制定某一个单位说 你临时可以去考这个教练员 或者是裁判员 就像我有 我有那个帆船风浪板的教练执照 我也有裁判执照 所以如果有比赛 可能可以征召我去做裁判 那我也是 我也可以做教练 训练选手之余 我也可以做裁判 那裁判很简单嘛 裁判裁判的那一场 绝对下面的选手 绝对不是你的你的学生 就这么简单 因为你必须要超然态度 因此你要需要 在社会上 需要很多公证人 很多的裁判员 来去处理这个事情 而不过说某一个单位的人 私人单位的人说 来我保障 他没有 他保障不了 而且可以在 在危急的时候 他如果延迟了几秒钟去拉架 可能就自死自残了 这些遗憾都不需要发生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 现在这个中国大陆这种乱象 我归纳起来 第一个收费演出 所有上去比赛的人都应该要收费 不然他被打的头发血流 多亏啊 既然观众要看 喜欢看这个血清场面 那他当然收费是很正常的 跟职业摔角一样 第二个就是 所有的网路约架都应该改成 变成商业演出 就刚刚讲这是收费 商业演出有广告有什么玩意 都可以上 然后那个什么评审 什么玩意 只要上去评审的时候 因为是媒体 每一家都可以自己来评审 不用找一个公订的解说员 尤其是我最讨厌就是 有一些那个广播 在那边广播讲的时候 叫他们出拳 叫他们干嘛的 那个 这个选手已经 已经到了台上 他已经是自己有自主能力了 你旁人嚷嚷什么 应该是分给大家 自媒体去那边 自媒体交钱进场 然后可以录影 录影可以转播直播嘛 然后他自己自备解说员嘛 这就是商业演出的典型嘛 就像一场棒球赛 一场篮球赛 每一家 每一家那个转播公司 都有自己的解说员 意思一样 那第三个就是 为了要 那个公正公开公平 所以要有什么 要设置公正人 由那个公家单位设置的 以上我都能跟各位聊一下 现在中国大陆那个 所谓的格斗这个约架了 应该不讲格斗 约架的乱象 那因为刚刚讲的公正人 中间就会有一个什么 他是公正是看到这场说 他们没有做假 另外有个裁判员 裁判员在这个认证之前 应该要选手双方的做一下 基本动作 比如说护身倒法 你这个门派没有护身倒法 而那个你的对手 他会用摔的 那他摔你的时候 你没办法防御的时候 可能就会自死自残 刚刚讲的 安东尼珠穆他们发明那个K1的时候 就想过这些东西 所以所有上场的选手 基本上来讲 不同的不同单位出来的人 基本上练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不是传统武术 各门各派 猴拳 鹤拳什么 不是这样的 基本上套户是一样的 只是叫K1 叫做一品种武术格斗 只是穿的服装不一样而已 摔脚的人没有穿 只穿三脚裤 然后空手道的人穿空手道服 柔道的人穿柔道服 等等等 那中国人喜欢穿唐装 表示他是传统武术 其实传统武术穿唐装完全不对 如果说人家是摔的人 他又习惯抓的时候 一把抓的你衣服一扯 你的衣服就烂掉了 唐装都是石头做的 根本就不实用 再来就是柔道服 它是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角质的东西 跟硬的东西 没有扣子那种硬的东西 所以他的那个裤子的腰带 是带子 是布袋 衣服没有什么 没有扣子的 但是中国的那个唐装前面都是横排扣子 虽然是步做的 可是那些东西你在打的时候 都容易擦伤等等等 我常常看到这个比赛 我都觉得很可笑 也很可悲 还有就是你穿的鞋子 柔道空手道都没有穿鞋子 跆拳道也沿袭了柔道空手道 所以也没穿鞋子 原因就是因为鞋子上有扣子 有带子都容易把人刮伤 凡此种种都是人家早就 日本人早就已经设计好的东西 那你现在很多人比赛的时候 都穿着运动鞋上去 穿着不能不累的样子 好像刚从菜市场出来 或刚从床上起床的 穿着睡衣就上了台了 那些凡子种种 这种乱象 因为中国大陆 感觉上中国大陆 对于武术的认识跟品位 还非常低落 简单讲就是这样 以上刚刚讲的有三点 跟各位一起探讨 如果各位有兴趣 如果可以倒过来再继续看 就那三点 谢谢